安通CBN设置的免费泡汤池 由于马达损坏无法泡汤 当地民众向县府陈勤 批评政公所无作为 对民众指控政公所不作为 公文郡海冤 并出示县府今年2月的公文说 建设处来含指出免费的泡汤池 未取得温泉开发许可 也没有申请水泉 从地级图上来看 泡汤池有三分之二 位于河川的行水区 三分之一是河川福福地 如果要完全合法 只能拆掉重建 3月16号早上 会先请工人来更换马达 安通温泉的野稀泡脚池 新建于民国80年 但在民国90年温泉法制定后 一直没有申请水泉 玉里镇长龚文郡指出 目前泡脚池的位置 依照现行河川行水区法令 根本无法申请 公所不能带头为法 只能先行关闭 有一半是在河川行水区上 第二个 另外一半是在我们的防信道路 就是西畔旁边的这个维护道路 公家单位 它就是一个行政 行政法 所以对于这一块 我们非常的小心 而且也认为就是说 当然民众的潜意 我们一定会去来照顾 郭文俊说 免费泡汤池马达已经损坏多次 过去政工所都有维修 抽不到水的原因 主要是去年的9月地震后 地下水位下降 马达空转才会造成损坏 3月16号已经请维修工班来更换马达 为了怕法的问题 这一次马达的这个重新更换 会用不会用公所的公库的金费来支出 会由我个人去募集一些好朋友的资金 来做一次性的修复 修复之后 就会把这个马达 未来的管养 以及这个交给部落他们管养 不过交给部落经营 改为要收费的话 民众是否都能够接受 政工所表示 后脚持相关设施维修 电费都要成本 由公所支出不符合法规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使用者付费 记者高双双玉米镇采访报导